这个夏天,NBA自由市场刚开启不久,保罗乔治甚至没有和胡人队会面就和雷霆队事约,这让很多期待了一年的胡人球迷甚至不满。 不过因为张姆斯到来的缘故,乔治的上约并没有让胡人球迷有什么过激的行为,然而就在今天,胡人队小将约是哈特在自己个人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段,自己加多双乔治的签名球星一人进垃圾桶的视频,并配闻到,我的求生心让我没有办法接受对手的战靴。 对于哈特,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了解,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,他出生于1995年,身高1米96,体重93公斤,在球场上可以打得分后卫或小前锋。 打算是,哈特场均15.5分6.8篮板,帮助维拉洛瓦大学度得NCAA颈标赛冠军。 打次赛季,个人得分极高到18.7分。 此外还能场均6.4篮板2.9入攻1.5场段,而他也因此入选了美国和大媒体,拼出的全美大学最佳一阵。 不过因为身体素质一般,再加上年龄偏大,所以在去年为NBA选秀大会上,他直到首轮第三十顺位才被胡人队选中。 而上个赛季,他代表胡人队打了63场比赛,23场先发,在场均23.2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可以得到7.9分4.2篮板1.3助攻,投篮命中率46.9%, 三分球命中率39.6%,哈克这样的表现,虽然和库兹马,球哥相比,还有一些差距,但是觉对对的其他的顺位,所以很多胡人队球迷还是很看好他的。 不过是这一次,他扔掉乔治千名球星的行为,确实有些招黑,对此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大多数人表示,一个刚在NBA打了一年的球员,就把全明星前辈不说,还敢扔掉前辈的千名球星。 这样的家伙,要不以后跟科比一样牛逼,要不就是罗维华众取宠的小丑,那么大家觉得哈克会成为哪一类球人呢? 不过去的特别人,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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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啊! 好